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 曾经先后做过隋代 唐代 武代跟北宋的都城 若问古今信贼事 请今只看洛阳城 从这首诗中就可以得知 洛阳拥有许多文化遗产和故事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 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这里见证了许多中国的历史故事 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进去探索 走吧 洛阳城最辉煌的时刻 是武则天时期 后来遗址重建为明堂天堂景区 明堂昔日是武则天称帝跟礼政的地方 金碧辉煌的装潢与壁画 让人仿佛置身在皇城 这幅壁画的名字是天街小雨 就是唐代大神寒昱口中的 天街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静雀无 它讲述的是1400年前 洛阳城里面的样貌 那我们面前的这条街道 它就被称为是天街 它全长是4.2公里 它非常的宽阔 达到了147米 您看上面有很多的商铺 它都是当时进行贸易的 很多这样的小房子都是老百姓居住的 区域被称为是礼方 是 华丽的壁画风情颇有大唐盛世的韵质 请问这幅画中间的那位女士 她是谁呢 中间的那位女士就是我们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而我们现在面前的这幅壁画的名字是 应天长歌 它主要介绍了应天门在历史上存在的 500多年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公元690年农历9月初九这一天 她觉得自己七年地位条件已经非常成熟 她就在我们应天门的城门楼之上 举行了自己的登基大典 隋唐洛阳城的刑制布局 在中国的古代都城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 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根据我们下方遗址 来一比一比例建造的应天门了 那它大概有多高呢 我们在家看的话 它整体高度是有36米左右 您刚刚说到36米 我看到旁边这个 旁边这个有三个 大概上去都挺高的 那它是什么呢 这三个被称为是雀楼 是古代对身份的一种象征 古代皇帝才能够使用三雀 它分别是最前面的是母雀 向后递出的是紫雀 最后面的是次子雀 它是中国古代的最高理智了 所以只有有身份地位的 对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平民是不是只能走下面呢 应天门是随唐都城考古挖掘出来的第一座 三出雀城门遗址 它在都城建筑史上也颇具意义 在这我觉得这个风景是相当的好 如果上来这拍拍照打打卡 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呢 是呢 这里就是我们应天门 最好的打卡 拍照点了 是 由应天门进入工程 迎面是高大壮丽的皇宫建筑明堂 它曾经是唐代建筑工艺的巅峰之作 上面那个黄色的 黄色的是一颗大的碧火珠 碧火珠 对 因为历史上的话 女皇武则天在修这座明堂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上方放了一只三米高的图金铁缝 寓意女性执政 是 但是非常遗憾 这座建筑在第一次的时候 公元695年的时候呢 天堂失火 它着火倒塌 延及了明堂 两座建筑一夜之间就花为了灰烬 女皇武则天就下令重修 是 把凤凰换成了碧火珠 是 碧火珠 对 但是呢 近看越看越漂亮 而且非常的闪亮呢 是 它整体这个风格的话呢 是完全按照唐代的风格来进行展示的 是 天堂 昔日是女皇武则天的礼佛堂 地处明堂的北面 一共分为五级 灯上可以俯瞰明堂 过去它跟明堂是洛阳工程里头 最高大的两座建筑 郑老师 我发现我身后这个 哇 好深啊 它这是一个洞吗 这个地方是一个通天柱的柱基 哦 是 您看咱们脚下 咱们现在脚踩这个玻璃是地平面 是 我刚刚踩着我就发现 嗯 地下什么也是空的呢 因为地下这个三米距离 看到这个土层的位置 它就是唐代的建筑的地基了 哦 是 那这个有什么历史故事吗 这个位置的话呢 在史书上记载 曾中心有一个巨木石围 上下通灌的通天柱 其主要支撑作用 哦 是 然后这根柱子的话呢 它的直径是3.87米 在整个移植底部的话呢 通过考古发掘 是发现了它的压痕的 哦 刚好十个人 才能手拉手环绕起来的 一根巨大的柱子 文化厅展示了武则天的诗词 这边怎么这么多根柱子呢 这个柱子上啊 是列了武则天提出来的 十二条建议 立国立民的正藏 那她都提了哪些建议呢 她提的这些建议的话呢 就是富国强民 善要人才 龙鹿百官和提高女性社会地位 哦 这一条也是现在 非常倡导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上面所写 富在为母福 滋催三年 哦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父亲在世 母亲去世 要为母亲守孝三年 哦 为什么要做特意说明呢 是因为在周礼中 其实当时规定的是 如果父亲去世 母亲在世 为父亲守孝三年 是 但是如果是母亲去世 父亲在世 只为母亲守孝一年 哦 这样一个理智规定 一直用到了武则天时期 所以的话呢 它就改成了三年 是 其实呢 女性的地位 到现今的社会 也是一直一直地在进步 所以呢 武则天呢 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 是吧 对 而且它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为她后期当皇帝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是的 是的 这些字的话呢 是武则天时期创造的文字 哦 是 这边有一个明空 明空是什么 这个字的话呢 念赵 哦 赵 对 是日月当空 普照大地的意思 这是武则天的名字 叫武赵 哦 这是武则天在66岁的时候 他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 当时他的身份是皇太后 他还没有登基成帝啊 哦 然后他下了一个诏书 他说 朕以以诏为名 我应该以这个字 来作为我的名字呀 所以他的名字叫武赵 他的名字叫武赵了 别的人不能用这个读音 唐代的圣旨叫诏书 武则天时期的圣旨 只能读智书 哦 做来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是女皇 君临天下的视角呀 哇 今天可以体验一日 当女皇的感觉 一千三百多年之前 武则天登基称帝 定都洛阳 名堂跟天堂 当时可谓 神都洛阳的政治权利中心 洛阳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汤城 说到洛阳小吃 那绝对少不了不翻汤 但是不翻汤这个名字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特殊呢 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们一起进去尝尝看吧 不翻汤用料丰富 当中有海带黄花菜粉条等等 但最关键的是名为不翻的小薄饼 不翻汤是因为它赤脱的薄饼当中 它外面有羊脑 绿豆不翻冰 这个绿豆不翻冰赤脱的薄饼 不翻它有树 所以它叫不翻冰 加一料料 干中料料 这个高汤一重置 叫不翻汤 哦 原来 不翻汤汤头酸辣咸香 这个里面有粉条 海带 虾皮 紫菜 花花菜 鸡鞋 是 而且我发现刚刚送上来的时候呢 怎么只有筷子呢 这个 老人喝汤就是吃用筷子 不用勺子 用勺子喝汤一看就是碗里人 翠绿的碎韭菜飘在汤里头 不翻饼 若隐若现 吃起来有点酸酸的 这个在泡沫吃 你管喝汤吃不饱 来 上个磨 哦 还有磨 哦 对 要搭配着一起吃 对对对 哦 这就是吃泡沫的 是 在洛阳喝汤绝对是一种文化 早晨一碗汤神仙都不当 您要是想知道汤对洛阳人来说有多重要 那就一定要来到我身后的这家马家牛肉汤 他们家的汤听说非常的厉害 味道如何 我们一起进去品尝看看吧 马家牛肉汤历史悠久 祖辈做汤的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清代咸丰初年 几乎每个洛阳人都喝过这碗汤的 小姐姐 我问你一下 你平时会很常来这边吗 对啊 一星期来几次 一周大概三次吧 三次 那还挺多的耶 那你都是早上来吗 对 我一般早上来 早上来 马家牛肉汤有三个讲究 一是用肉讲究 使用当天新鲜的牛后腿肉 二是用料讲究 严格按照祖方选料配料 三次微汤讲究 每次必定经过三个锅 撒满葱花的牛肉片 注入滚烫的热汤 顿时就香气扑鼻了 喝起来呢 有满满的牛肉香 对 牛肉味比较粗 而且我刚刚这样乍看下呢 我会觉得 嗯 它可能看起来油油的 但是喝进去呢 其实它是非常爽口的 对 比较清爽的 对 是 我们这个主要是 每天用的都是新鲜的牛肉 哦 是 对 每天到市场选购这个活牛 回来 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嘛 是 回来它这个 经过阿红他载完牛之后 我们带到店里面 哦 然后经过这个泡洗 是 它里面有血水嘛 哦 因为有血水的话 你直接去熬的话 它会有很多的浮沫 必须得经过这个泡洗 哦 基本上得到十二个小时吧 哦 这么长 对 各式各样的药材 承载着汤客们 对马家牛肉汤的美好记忆 喝汤成为洛阳人的一种 特别的享受 我前面有很多的配料 那哪些配料是我可以加在这个汤里面的呢 目前这碗汤的话已经是成品了 您可以直接品尝 哦 就是说它已经是一碗成品的汤了 哦 原味的 对 如果说你需要主食的话 是 如果你只喝汤的话会饿 哦 对 是 会吃不饱 所以说加一些饼丝和锅盔 这是我们洛阳独有的 那我们就品尝这个 对 可以尝尝锅盔 好的 把这个锅盔给拿起来掰成小块 掰成小块泡在汤里面 让它充分地吸收这个牛肉汤的汤汁 哦 然后融合在一起一起吃下去 洛阳拥有神都传奇 更有汤影传世